法國國鞭斌司馬 串謀以性愛影片勒索隊友罪成 被判緩刑一年 罰款75,000美元 以時效力西甲皇家馬德里的斌司馬 涉及在2015年 串謀以性愛影片勒索國家隊隊友華布納 慫恿對方比贖金 這影片相信是有人由華布納的手機偷取 斌司馬並沒有出庭 他一直否認指控 他的律師表示將會上訴 另外四個被告同樣罪成 外界相信今次判刑 對賓司馬的足球前途沒有即時影響 法國足總主席早時亦表明 即時賓司馬罪成 仍然可以繼續在國家隊上踢球